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难得越不让吃就要越要吃 四条腿的椅子 两条腿的人 天上的龙肉 地下的老虎 统统吃了再说 啦啦啦 哈 我来 我征服 听说你有头好牛 是吗 小样 你也知道我的八百里脖呀 正是 我们射箭比输赢 我出一千万 赌你那头牛 你不是平时射箭比我好吗 怕啦 比就比 谁怕谁 这小子老子进水了 要和我比射箭 不给他个教训 他不知道我也姓王 我让你 你先射 哎 拿进来 嘿嘿嘿嘿嘿 这 珍重把戏 哼 那个 我给你两千万 把八百里脖留下吧 好不好 哼 哼 三千万 快去把那头牛的心给我烤来 我的八百里脖呀 这年头有拿钱当纸烧的 也有拿兰波基尼当废铁赖的 打得好可爱 可怜了这么难得的一头牛 就成了王家人炫富豆腐的工具 彻底的金钱如粪 大有和光同尘 无所谓好坏 无所谓人寿 无所谓金子和灰土的气派 可作为吃货 咋觉得王继这样吃 还真透着一股深深的虚无感嘞 在牛是宝贝的魏晋 牛星自然也是宝贝了 且魏晋重视风平 当网红那可是人人梦寐以求的事 为此不少人日日修炼 勿求一计必杀 例如裸奔啦 长孝啦 学驴教啦 可是各种博眼球啊 在这个盛产奇葩的时代 吃货也牢牢占据着行为艺术的一席之地 如果能在吃这一中国人第一大事上刷出新的花样 新的底线 也是可以一夜成名的 感谢周侯要见 感谢 感谢 什么小屁孩 居然也敢赴周侯的宴 就是就是 感谢周侯 感谢大家赏光 大家请 周侯请 这小屁孩 什么来历 坐在末座还这么拽 嗯 这是最珍贵的菜 当然要留给最珍贵的贵客啦 哇哦 是牛心耶 周侯亲自端来的 会给谁啊 要是能吃到 就太荣幸了 给你 什么 哇塞啊 哇塞 嗯 不错 于是因为牛心 王羲之一夜之间 就刷上了头条 耶 哇 那是吃过周侯牛心的王羲之啊 真假的吃过牛心呢 那是吃过周侯牛心的王羲之耶 在王羲之一夜成名的道路上 牛心可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从古至今 想要刷流量 当吃货还是很占便宜啊